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里是养生之路,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鹿,长寿是从古至今,大家都在探索的一件事情,不少人对于长寿这个事情有执念,比如秦始皇的梦想,就是长生不老,想了非常多极端的方式,最终也没有实现。 但是也有一些人,却活了一百多年,打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,随着现代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长寿健康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那么,如何能长寿?长寿都有哪些特征? 今天为大家总结,由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研究得来的,有七大特征确实与健康长寿相关,只要有三个以上,多半是长命的人。 一起来看看吧,早看早知道。 1. 基因遗传 基因研究再次证明长寿是遗传的,高寿命人群体内脱氧核糖核酸DNA中存在一些特定基因的几率高于普通人。 美国波尔斯博士研究表示,如果你有凶解是百岁寿星,那么你活过百岁的概率将是常人的17倍。 遗传对寿命的影响约占15%至25%,因此,有遗传基因是优势,但后期也好养好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2. 肺活量大 肺活量可以预测寿命 这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科学家经过长达30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。 研究显示,一个人肺活量大小和身体各系统的机能能力、新陈代谢的能力等密切相关。 有控制的深呼吸练习,可使大脑尽快消除疲劳,可以调节神经系统,使人轻松舒畅。 3. 绝经月晚 据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研究称,月经出潮较晚或绝经较晚的女性较之其他普通女性,更可能活过90岁。 在绝经之前,女性的卵巾逐步开始出现衰退,体内雌激素水平明显下降,各种威胁健康的疾病的危险显著增加,其中之一就是心脏病。 女性绝经的年龄有早有迟,正常绝经期在45至55岁之间,大多数51至52岁。 4. 性格外向 来自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新英格兰百岁老人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,和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的科学家共同开展了一项研究。 他们追踪调查246名百岁老人的子女,他们的平均年龄也高达75岁。 研究显示,长寿老人的子女与普通人相比,性格更外向。 性格外向,加上抗压能力强,与同龄人相比,他们的心脏病,中风和糖尿病发病率低60%。 5. 口味清淡 中国古代的长寿养生之道,提倡口味要清淡,口味清淡,确实有益于人体健康。 科学家们指出,摄取过多食盐,则易患高血压病。 肥胖与盐没有关系,当盐摄入过多时,生理上就要多喝水,当饮水过多,脾胃运化功能减弱,引起浮肿性肥胖。 心血管疾病,糖尿病,高血压等90%的疾病,都是由于饮食引起的。 比如爱吃麻辣火锅,油重,严重又麻辣,还有爱吃动物内脏等,这些不良饮食习惯都抑制病。 6. 体重稳定 一生维持相对稳定的体重,比过胖或者过瘦要重要。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,如果体重明显增加或减少,会影响到人的寿命。 稳定的体重,代表了你的身体处于平衡健康状态。 这时候,只要不是太胖或者太瘦,那就不必刻意地减肥或增肥。 与那些体重保持稳定的人相比,在十年间,体重减轻11磅以上的人,死亡率高出57%,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在75%以上。 卢本·安德烈斯博士研究表明,死亡率最低的是体重增加或降低10%的人,而死亡率最高的是体重长期上升或下降的人。 7.锻炼身体 英国科学家研究结果显示,与那些积极进行体育锻炼的人相比,空闲时间不去运动的人,在生物学意义上,平均要衰老10岁。 有很多长寿老人,从年轻到老都是闲不住,即使老了,家务活也照干,养养花花草草。 因此,年轻时对运动更要热爱,不要一味吃饱了就懒得动,多锻炼身体,有益身心健康。 除了以上这些特征,更应该做到以下两点,但是很多人不重视,一,会动,中国人年纪大了,要么喜欢待在家里,要么喜欢坐在外面晒太阳。 但是,日本人不知道,他们喜欢玩意志游戏。 知道意志游戏可以提高大脑的记忆力,思维,认知能力等等。 著名科学期刊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》2019年发表的新研究显示, 对于年轻人来说,如果每天过度用脑,可以通过玩意志游戏来放松,避免大脑过度疲劳。 有相关研究表明,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长寿,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, 所以我们大家也无法总结出什么长寿经验。 但是有相关研究发现,长寿老人都有着一个共性,那就是平时特别爱动脑,也特别爱学习。 勤于用脑的人,大脑血管会经常处于一个舒张状态,以输送充足的氧气以及其他的营养成分, 所以可以延缓中枢神经老化,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使全身各系统的功能能够保持在一个统一的协调状态当中。 适当多动脑,还有助于延缓老年痴呆的发病时间,有助于延缓大脑的衰老速度,使人们更加长寿。 2. 会吃 70至79岁的老年朋友,应尽量做到饮食均衡,除了保证规律饮食,吃饭期分饱以外, 还要适当地多吃新鲜的果蔬和粗粮,少吃油炸,烧烤食品等,切记胡吃海塞,餐餐大鱼大肉。 日本一项研究发现,中年以后的人们要多吃四种食物,豆制品提高骨密度,燕麦帮助降胆固醇,杏仁有利于控血糖,每周吃三次深海鱼,改善高血压。 人生最大的财富,莫过于身体健康,生活幸福,长命百岁了。 也许有些人觉得,想要达到很困难。 其实,健康长寿很简单,但是如果在饮食上不注意细节,短时间没啥问题,但时间一久,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。 现在很多疾病,如高血压,高血脂,糖尿病,痛风,关心病等等,就基本是吃出来的。 疾病缠身,那么自然就难以长寿了。 好了,那么这期的视频,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了。 如果大家觉得,我的视频讲解的,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不要忘记了,用上您那发财的小手,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,订阅我的频道哦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